午餐时间带大家来品尝美食 阿嬷时代的古早味昏贵也有新生命 会在嘉义军灰桥附近的一间店面 就主打手工制作的昏贵冰 有多种口味包含像是石令水果 热门的珍珠奶茶等等 七彩缤纷的冰品也成了网红打卡的新热点 颜色缤纷满满的焚果口味可以选择 民众大牌长龙就是要在严严的夏日 来个冰凉的七彩焚果冰 这个是我们自己用洛神花下去做的洛神花昏贵 为在嘉义军灰桥附近的铁蹄屋 里头的七彩焚果冰成为民众清凉消暑的好去处 因为每天就有六到七种的口味 包含季节性水果及珍珠奶茶口味焚果 可以做选择 它很Q欸 然后不会太甜 因为一般珍珠奶茶东西就是很怕它太甜 如果神花它真的就是有淡淡的花香 而且它有那个洛神趣味的口感 不只视觉颜色冲击 口味多价格还很亲民 大碗的只要55元 就能把八种口味的焚果装进碗里 以次满足 而三年前接手家中冰店的老板娘黄冠轩说 店中食材都是使用原型食物处理 平均一种口味制作就要近40到45分钟 我的颜色 它都是用食物原本的颜色下去做形成的 而不是色素 因为我们的风柜比较特别 我们的风柜不是用蒸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风柜比较Q 我们是用手去挡的 以前那种灶 灶里面熟成这样子 所以会比较有口感 古早风柜甜品结合创意 让视觉色彩与口感风味大大提升 也让民众对古早粉果有了新的想象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